2020总决赛 南丹决赛 马龙 vs 樊振东 用马龙的话说 这是一场脑力大于体力的较量 但我觉得是一种意志品质的较量 好多球迷看完都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评论 为马龙点赞 为樊振东喝彩 这场比赛有多精彩 过多的言语都显得多余 两个人都打出了最高境界 虽然比赛结果早已尘埃落地 但我依旧内心无法平静 马龙不愧是拼弹第一人 让我们暗暗地为他竖起大拇指 让我们一起感受乒乓球两位顶尖高手 给我们带来的超出比赛的价值和意义 首局双方就展开火拼 樊振东3比0开局 0比3落后的马龙发球率先发动 对樊振东反手攻击 多拍较量马龙扳回一分 双方都是从对方的反手位进行突破 樊振东还领先2分4比2 马龙发球 马龙偷了一个长球 双方还是拼反手位 马龙侧身反攻被樊振东 变了一个正手通道 比分5比2 马龙发球继续抢攻樊振东 反手位得分 比分来到3比5 樊振东发球 先反手 再变马龙正手 结果失误了 樊振东第二个发球 胸变马龙正手再次出现失误 双方打成5平 5平过后 你一分我一分稍有大意 就会丢分 双方又占至7平 马龙发球 马龙率先发动樊振东 马上发起反攻 马龙被动丢分 马龙的发球抢攻双方 又打成了8平 第一局就比分紧咬 多拍对攻不断上眼 马龙拿下多拍相持分9比8 樊振东发球对马龙 中路猛攻 双方站至9平 马龙高抛发球 抢攻失误丢分 送出局点 马龙第二个发球质量很高 去樊振东反手 得分双方打成10平 樊振东关键分 出手果断一失一的 双方来到11平 樊振东发球 很快又形成反手相持 樊振东反手加厉 接着侧身进攻出现失误 马龙发球抢攻 又拿下一分马龙 13比11惊险拿下手局 第二局马龙发球 与樊振东 形成反手比拼 多拍樊振东回球失误丢分 马龙第二个发球被樊振东 变了正手大脚 马龙被动丢分 樊振东发球形成反手 马龙突然变樊振东正手 樊振东被动丢分 樊振东和马龙之前 也有多次交手 樊振东胜多负少 这次总决赛两人决赛再度相遇 马龙不管在年龄和单板质量上 都已经没有优势 马龙位置摆得很低 拼的姿态和樊振东打 更多的是以落点和套路 与樊振东周旋 所以决赛马龙的心理压力要小 樊振东要用实力证明 自己可以翻越马龙这座大山 双方从首局就开始斗智斗勇 第二局依旧免不了正面直接对抗 精彩对攻频频出现 马龙8比3领先 已经被樊振东追到了8比6 马龙叫了一个暂停 暂停回来 马龙扛住樊振东的进攻9比6 樊振东发球展开 反手比拼 马龙辩证手被樊振东反拉 马龙丢分9比7 马龙发球双方 还是拼反手 马龙得分10比7拿到局点 马龙发球双方摆短 马龙率先发动先反手 再正手攻 樊振东被动丢分 马龙11比7又下一局 比赛来到第三局 精彩比拼就燃爆全场 马龙也是拼命救球 还是丢了这分 丢分的马龙也是有些小傲傲 双方比赛越演越烈 马龙5比2领先 樊振东叫了一个暂停 暂停回来 樊振东依旧没有摆脱被动的局面 说明马龙在暂停之间 也想了很多对策 马龙7比3 8比4领先 然而此后 樊振东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把比分追平8比8 这局对于双方都很重要 马龙赢3比0 樊振东赢1比2 可想而知 这局的重要性 双方必定会发起抢分大作战 双方互不相让 樊振东后来居上 10比8拿到局点 马龙发球双方形成快速反拍 马龙得分9比10 马龙的第二个发球 樊振东把马龙掉开 接着一板高质量 既然被马龙化解 双方形成激烈比拼 马龙顽强拿下关键分10比10 10比11马龙发球直接加力 去樊振东反手 得分12比10 马龙又下一局大比分3比0 樊振东 马龙关键分针敢打 樊振东也不手软 两人心理素质都绝了 马龙比拼的姿态打 让马龙惊险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马龙率先发球 快速反手 马龙侧身抢攻得分1比0 马龙的第二个发球 还是马龙率先进攻 樊振东盯住反手 快速中还加力得分1比1 大比分0比3落后的樊振东 出手更加凶猛 马龙也是不甘示弱 比分交替上升 四平马龙坚决果断 连的两分把比分反超6比4 过后的樊振东加大搏杀 把比分扳平6比6 马龙发球 樊振东抢先上手 连续反拍 右转正手 进攻得分7比6 马龙发球 樊振东直接变马龙正手 双方形成对拉 樊振东变马龙反手 马龙侧不开被动丢分 樊振东把比分反超8比6 樊振东发球马龙 空短 马龙又切了一个 樊振东加力 反拉落点很好 马龙丢分 比分8比9 马龙发球反手相持 樊振东 一个运气 他边 8比10 樊振东 局点 樊振东发球侧身 抢攻丢分10比9 樊振东 发球双方 又形成反手比拼 多拍樊振东 得分11比9 返回一局 来到第5局的较量 樊振东发球双方 很快又形成对攻 樊振东 先下一分 双方互相控制 马龙率先发动 反守卫的比拼 马龙得分1比1 从一平打到三平 马龙 发球果断起板 连续两板正手 得分4比3 马龙发球 再次抢攻 樊振东反攻 马龙不放弃 扛住 樊振东 变现 出现失误 比分5比3 双方不愧是顶级 一流 高手 技战术 心力 出手都无懈可击 马龙 发挥更加稳定 但樊振东 也是不服就开打 樊振东 把比分追到6比7 樊振东 发球双方 再次 比拼 反守卫 还伴有突然的 正手加力进攻 马龙稳 樊振东 急着侧身攻 出现失误 比分8比6 马龙 发球右的 1分 马龙第二个 发球出台 被樊振东 裹断7板 一板正手 解决问题 9比7 樊振东的 发球裹断 突然变马龙 反守 但出现了失误 10比7 马龙 赛点 樊振东 第二个 发球过渡后 接着突然 加力反拉 马龙回球出界 比分10比8 马龙两个赛点 马龙 发球连续 两板正手的 进攻得手 11比8 马龙 大比分4比1 战胜 樊振东 赢下比赛的 马龙 一颗紧张的心 得意释然 为马龙 克彩 为樊振东 加油 国拼能有马龙 樊振东 真是国拼的 荣耀 也是国人的骄傲 一场 精彩且感慨万千的 比赛 留下太多运动员 背后的点点滴滴 欢迎发表你对 本场比赛的看法 点赞 关注我们 下期见 这是马龙第六次 拿到拼连总结赛 南端冠军 马龙说 能对世界第一 凡震东发起挑战 能赢下比赛很高兴 能成为这个 幸运的人很开心 马龙很谦虚 背后的付出 换来精进的结果 马龙的球迷 都很清楚 我们永远支持你 加油马龙 The record It used to be broken I'm honored And lucky That one is me